刚刚看到美国疫情的一组数据非常的害人 他说过去一周美国一共新增了250万人确诊 并且日均新增38.7万刷新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而且专家警告现在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 因为这个新毒王Omicron发威 各大的研究人员称 美国可能会在1月9号达到峰值 届时每周病例数将会从250万里增加到540万里 What?这些专家绝对是看我视频了 不出意外明年1月份的第二周开始 美国疫情将会迎来这一年以来 险所未有的高峰 至于我说的对不对 你们可以到时候来看我的视频就知道 这好像连时间都不太差的 总之现在全美的确认病例狂飙 Omicron新毒王就是罪魁祸首 他一个月之内就打败了老毒王Delta 成为迄今为止最具传染性的新冠病毒 根据美国的医学分析师雷尼尔博士说的 疫情爆发初期 医学间认为如果你跟他人的距离在6英尺以内 并且与他们接触超过15分钟 那么就属于严重暴露 然而对于Omicron这种传染性极强的辩证 以往的规则完全都不受用了 他说现在即使是短暂的接触 也可能会导致感染 比如说你的口罩松了 或者迅速拉下口罩 或者进入其他人刚刚咳嗽的电梯 都是非常有可能感染病毒的 专家说Omicron的传播速度是Delta的3到5倍 Delta的传染性是原始毒株的1.5到2倍 不过说这么多坏消也要好消也 那就Omicron的潜伏期比其他变体要短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更容易预防 那另一个好消就是 虽然这Omicron能够致命 但是研究发现Omicron的毒性确实比Delta低 之前跟大家说了 英国的研究Omicron的患者 住院率只是Delta的1%左右 对病毒本身的实验室研究表明 与其他毒株不同 Omicron在呼吸道感染的繁殖速度 比Delta变体快70倍 但是它在肺部的复制效率低于原始病毒 这也就能说明它为什么传染性极强 但毒性弱于Delta 那尽管Omicron毒性比Delta低 但是超强的传染性 仍然是大半个美国几乎陷入瘫痪 在纽约人员配备问题 导致多条地铁限度停运 由于工作人员和机座人员请病假 超过4000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 尽管Omicron确实大部分只能引起轻度疾病 但是在许多医疗中心 已经人满为患的情况下 它引起的病例数量之多 仍可能是住院人数增加 密歇根大学内科医学副教授就说 当没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人都同时生病 这些人中不需要很大的比例 就能够轻松压垮美国的医疗系统 现在全美各地的医院都几乎满源 护理病房挤满了病人 据统计美国各地大约十分之一的医院 在最近几周重症监护室的容量超过了90% 麻省医院的首席临床官说 我们的护士和医生已经不堪重复精疲力尽 人人短期而使情况变得更糟 他们不得不把部分急诊科床位设置成ICU 说未来将会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月 因为Omicron已经无处不在 这也就是我上一视频说的 最担心的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似乎现在美国避免感染新冠 都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 但是三斤现在告诉你们两个方法 确实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感染或者凑风感染 第一个就是把你的口罩换成这种更好的 尽管可能没有这种戴的舒服 但是效果确实要好很多 那么第二点就是抓紧去打第三针疫苗 当然了还有第三点就不要出门 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大家一起加油吧